我們終極今天要談談的是 古通門317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詩歌 你們記得是317 我們唱詩歌 唱超過半個詩季 都是主歌 副歌 主歌 副歌 你回家歡迎的古通門317 這首詩歌是要先唱5歌 再來唱5歌 這是我們第一次噴到的 大家感謝主 這首詩歌是《除你以外》 《那天葬我有誰呢》 這個是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大隊王的時期 他身邊的一位音樂總監 他就是詩歌班班長的首領 叫做亞薩弟兄 他留下來的 亞薩他是音樂總監 而且是一個神的先知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聖言者 所以呢 在整本聖經裡面 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共十二篇的五四篇 從詩篇第七十三篇到七十四篇到八十三篇 還有詩篇五十四篇都是亞薩醫院記者 這一首詩歌呈現的就是 從我們的眼裡面看 好像外幫人過得比我們好 外幫人過得比我們舒服 我們心裡面會很不痛快 會產生嫉妒 但是呢 但是呢 第一句話 他說只等到我進了整個聖所裡面 才看出他們的結局 那時候才了解 在詩篇第七十三篇第一節 他所呈現的是 神實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好可惜 我們沒有三千年前的歌曲 我們就按照 我們的普通本三一節的福呢 我們把這個放出來 好 在這段落 我今天都四千四川比 彼 在這頓發 我那天都四千五川比 我今天都四千五川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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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